这是一场男人之间的对决 六个男人的头上各自绑了一块五花肉 迎面却走来一只巨型蜥蜴 谁能在场上待得最久谁就是赢家 还有巨额奖金带回家 最边上的两个人率先弃拳 脑袋快速钻下去 蜥蜴他们可惹不起 剩余的四位紧紧盯着巨蜥 心里祈祷着你不要过来啊 蜥蜴抬起身子观望一番 眼前的五花肉让他垂涎欲低 四个人平住呼吸紧张的不行 下一秒蜥蜴朝眼镜男冲去 死死咬住了他的鼻子 眼镜男只好把头撤回去才摆脱险境 现在还剩三位 蜥蜴继续发起攻击 那个人反应迅速立马就钻了下去 比起蒋金他还是更想要自己的鼻子 没想到这么快就到赛点了 最后这俩人战战兢兢地迎接着蜥蜴的选择 蜥蜴爬到胖子跟前 伸出舌头不停地舔他的脸 这滑溜溜的触感简直不能再好了 没过一会胖子就破防了 直接放弃也退了下去 按说现在冠军已经出来了 但这个卷毛非要挑战一下自己 同伴们劝他适可而止 这哥们就是不听 还不停地对着蜥蜴叫嚣放狠话 下一秒蜥蜴伸出舌头 但没想到被卷毛死死拿捏 他一口咬住蜥蜴的舌头 死都不放开 蜥蜴表示服了你的老六 转身跑了 卷毛得意地发出狂笑 感觉人生到达了巅峰 男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 且简单 然而比赛还没有结束 接下来是一系列闯关项目 第一个吃热狗 一声令下几人就开始狼吞虎咽 展示着自己的速度与激情 场面一片狼藉 不过也有鳞上芥末酱慢悠悠吃的 但要说最秀的还是这位人凶 只见他把一整根都塞进嘴里 随着脸颊运动 热狗慢慢入喉 把旁边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此等功力不是一朝一夕能练成的 吃完热狗 他们立马奔赴下一个赛场 钻进泡泡服从山坡上滚下来 一顿操作猛龙虎 把刚吃的热狗全吐了出来 还没完 下面是徒手开西瓜 有人直接靠铁头弓一骑绝尘 没有此项技能的就上脚 然后就是电玩大挑战 他们要穿过全市高压线的阵地 一阵霹雳啪啦带闪电过后 他们义无反顾地跳进了泥浆地 这是史上最强的憋屎大赛 六位大兄弟喝完一整瓶泻药 然后各自去找妹子蹦迪 谁能坚持到最后不崩屎 谁就是赢家 胡子男率先出击 凭借成熟的气质 快速俘获一个妹子 然而在表演脚尖腾空舞时 一个没忍住就快速撤离了 眼镜难靠职业取胜 正在帮大妈推拿正骨呢 但她是第二个没绷住的 一股翔意涌上心头 赶紧捂着屁股直奔厕所 胖子也顺利把到了妹 帽子男则坐着和妹子聊天 企图用物理方法封住命门 但最后还是没用 只有这个秃头男几番尝试 都被无情拒绝 很是尴尬 她还想继续纠缠 引来酒吧的诸如老板 直接送他一记所侯宫 把他弄晕了过去 接着这位壮汉也憋不住 现在胜负已出 胖子最终获得胜利 中途被人弄晕的 秃头男心生嫉妒 准备给兄弟们 亲手调制一款饮料 把牛奶和福特加 倒进榨汁机 再加入自己珍藏的精华 最后放进几片清爽的菠萝 几杯酸甜可口的奶酒 就做好了 看兄弟们喝得这么开心 秃头也就放心了 在前一天的越野比赛中 胡子男首先爬上草垛 但马上就被这群好兄弟们 给拽下来了 永远不要小看 男人们的胜负欲 秃头男简陋登顶 接下来就是最刺激的水上滑梯 秃头男没有多想 抢占先机地滑了下去 然而没有拿到彩旗 就掉入水中 这波他输得很彻底 好基友们一个接一个地俯冲下来 最后是5号选手成功夺得彩旗 获得了此次比赛的第一名 经过这几天的激烈比拼 按照综合得分 胡子男宣布晋级决赛的三位选手 除了他还有胖子和秃头男 接下来就是最后的决赛 他们会进行什么比拼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男人的快乐你永远不懂 为了证明自己是纯爷们 敢和巨型蜥蜴接吻 还要和好基友来一场最强别史赛 喝下这一整瓶泄药 坚持到最后你就能荣获史王称号 最终还是来到了决赛 规则非常简单 谁能拿到麦田镜头的铁桶 谁就是最后的冠军 戴好头罩 拿着弓箭就直奔目标而去 为了防止被竞争对手攻击 他们小心翼翼地躲在草丛里前进 胡子男的女友在观众席向他打招呼 他也高兴地举起手 下一秒手掌就被弓箭射穿 胡子男瞬间猛逼 颤抖着握住受伤的手 跑在最前面的也被射中 但有防弹衣的保护 他丝毫不受影响地继续往前跑 之后两人都来到空地上激情兑现 秃头男先一秒拿箭对准了胖子 胖子的箭已用完没有武器反击 秃头男毫不留情地出手了 但竟然被胖子空手接住了 两人都很吃惊 下一秒展开激烈角逐 胖子扑倒了秃头男 但被对方反杀 秃头男想用弓箭置他于死地 无奈身体素质不行 被胖子反压到身下 胖子拿箭以牙还牙 插在了秃头男的胸膛 最后登上终点出的草垛 一举拿下装着丰厚奖金的铁桶 这场游戏是胡子男组织的 目的就是和好兄弟们 找个机会聚在一起 人到中年往往会为了生活奔波 而缺少了很多快乐 我们很少会去肆无忌惮地玩一场 但只要身边还有几个不错的老友 就可以找个时间 这样通通快快地做游戏 找回久违的快乐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名叫哥们游戏 真是有够简单直接 看完我只想问 男人是不是不会成熟 只会变老